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在嘉义部淡满香气液的无独生态水产育成中心 是合作社水产品施木鱼的故乡 阴满苗日渐稀少 价格飙涨 邱家兄弟转型改养施木鱼 和一般鱼温的景象不同 此边草象多元 生态丰富 生机蓬勃 像百香果小小颗的 当它从绿色转成橘色的时候 很香甜很好吃 可是通常人类很难吃得到 因为这边的鸟跟老鼠 生物会先吃到 鱼食并共生混养其他鱼种 实际上是蜀和鱼 它是都是新的鱼类 但是草鱼为了负责吃水里面的草 投下去飼料是最主要给丝木鱼吃 没有吃完的再给虾子吃 虾子没有吃完的自己下去坚持 在这个小环境里面 除了鱼虾以外的生物 它的平衡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里面的鱼虾会健康好吃 与友善环境生态养殖师木鱼 透过自然界的力量达成物种生态的平衡 全程不必适用动物用药 保障消费者食的安全 也为台湾养殖鱼业永续发展 贡献的一份心理 台湾有许多的独立乐团 他们透过音乐分享理念 今天公民记者的报道 要介绍一个西游岛乐团 他们的音乐没有既定的章法和形式 想唱什么就唱 融合了多国的曲风 希望让观众透过音乐 看见更宽广的世界 在大家合并公园举办的世界音乐节 集结了各地多元风格的歌曲 其中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一头乱法 光脚攀推坐在舞台中央的琴手 特殊的曲调伴随着完美配合的团圆 他们是西游岛融合乐团 其实我们是比较像是英国王位 就是围在一个萤火前面 然后乱谈 然后乱谈 然后虽然是作品 但是它其实是这个概念 所以并不是什么曲目 所以每一次 很有能约的 不行了好好算 就不一定 我们是这个状态 他们的音乐很随性 很纯粹 宗旨也很单纯 希望觉得世界很无聊的人 在听完音乐后 能发现世界的好玩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想法的意思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被埋略 一直被忽略 然后到最后 你好像连自己的生活 都被社会所控制 然后我每次在演出啊 不然什么都传递一个概念 就是你不要建造任何的独特力 但是你也不要 轻易地对任何隔阂去做屈服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我觉得独特性这个东西 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过我们的开心 不跟随主流 西游打融合乐团 弹出自己的一帆天地 创作结合了对世界的关怀与悲鸣 希望音乐改变世界